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希望將自己的廣告放在全國最大的搜查中,Google首頁自言派位指示出來。 在這個視頻,我們會教大家如何可以在零成狼的情況下達到這個目標。 我們首先要了解一下互聯網每一分鐘的可能數據評價。 YouTube上前72小時的視頻,我們要三天不眠不休才可以將我看完。 Google首頁有200多萬,壁名增加70個,網站增加570個, 郵件服務器發出兩億款郵件。 我們如何可以在這個海量數據裡,在同行裡遙遙領先呢? 我們示範一個關鍵字給大家。 Mobile移動,在這個頁面帶出來的數據是1億9800萬, 頭六位是我們為客戶做的自然牌位。 而做的自然牌位到現在5月,它依然存在保留了3個月。 這個牌位我可以告訴大家,如果在正常情況之下, 有人訪問這個牌位依然是可以保留的。 我們再回去Google video的影片看看。 情況很不一樣,因為Panning gift這個關鍵字的權位相當重。 大家在這裡可以看到,廣告主的投放在經價牌位裡增加了很多, 但左邊的自然牌位依然是被我們掛斥了。 我們回到兩個月面,情況沒有改變。 第三個月面,情況沒有改變。 第四個月面,情況沒有改變。 第五個月,情況也是一樣。 在傳統我們的網頁月面裡, 第2月、第3月已經沒有見價講過。 今天我們在視頻這個月面,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自然牌位的優勢是無需付費1分錢給大家。 而左邊右邊的見價牌位,人客去點擊就會產生消費, 廣告主就要負負。 我們今天講的VDMarketing,它的優勢在於, 它可以全方位展示到你的產品, 讓消費群更加認識到你的產品, 功能、效果、應用。 我們今天講的VDMarketing, 並非疑惑口感,而是更在此情。 所以大家今天就要為自己的產品作出一個選擇, 作出一個決定, 將資源投放在VDMarketing那裡, 讓你的產品可以在很遠的韓國客戶看得到。 在接下來的5月15日, 我們在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研討會, 中小企2號面向全球市場, 由零成本做全球市場推廣, 重新出發。 時間是下午3點至5月, 在香港工業總會徒動中心。 如果大家對這個研討會有興趣, 大家不妨點經這個連接下載共名參加。 同時,我們為大家推薦一個全球化的免費市場。 所謂全球化, 它是唯一一個可以進入中國市場的市場。 我們保證我們成立, 在大家的綁股播出之前, 我們絕不加插綁股方面, 讓大家的綁股可以直接在消費群裡面展示, 而觀眾也無需要下載任何影響程式, 就可以直接觀賞你的市場。 大家都是在用智能手機, 這是我們的優勢。 如果大家對這方面有任何諮詢、 查詢、疑問的, 儘管和我們聯理一下一下。 謝謝大家。